再来看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好到可以让人起死回生吗 在英国有一位48岁的妇人 之前在家心脏病发 送医之后宣布脑死 她的丈夫不死心 跟儿女们拼命的在病床旁边叫她的名字 而最夸张的最奇迹的 就是有丈夫在她耳边一句 我爱你 居然把她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这爱情的力量太伟大了 躺在病床上看起来虚弱 但显然神智心醒的女子 你相信她不久前才从鬼门关外 走了一遭吗 英国媒体报道 这名49岁的英国女子罗娜 这个月10号在家里心脏病发 送医后医生凶告她脑死 只能靠呼吸器延续生命 但是她的丈夫约翰跟儿女不放弃希望 紧握住她的双手同时叫她的名字 但是她半点都没有回应 就在医师宣布罗娜脑死后的45分钟 约翰在妻子的耳边说了一句我爱你 罗娜脸部突然恢复了血色 身体也有了回应 家人赶紧请来医生 经过诊断 罗娜真的妻子回生了 现在的她已经转到了普通病房 也能坐起来和家人沟通 家人说罗娜能够赢过死神再活一次 全要归功一家人的紧密关系 和父亲之间深厚的感情 中天新闻 欢迎着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